第一集 这一天却打破了惯例 我梦见一个陌生人在QQ邀请我去做客 我不知道此人是男是女 年龄大小长相丑郡性格善恶 糊里糊涂就去了 那个地方好像十分遥远 我到达目的地之后天已经黑了 举目四望 没有看见一座房舍 只见一片荒山野岭 生长着各种奇形怪状的植物 而且都干枯了 满地都是黑洞洞的窟窿 我自言自语道 人哪 话音刚落 就听见那些密杂杂的窟窿里 传出男女老少的声音 都在地下呢 我打了个冷战 一下子醒了过来 10月1号 媒体公布了周德东惊悚万里行计划 并向广大读者征集恐怖线索 计划是这样的 周德东将用一年的时间奔赴全国各地走访有恐怖传闻之地 亲自体验考察 写成计时体恐怖故事 除了在新浪读书频道收费阅读 只在夜故事上连载 实况录像将在电视和网络上定期播出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 哪座房屋 哪片墓地 哪条街道 哪家医院 哪座宿舍楼 有闹鬼的传闻 请告诉我们 我们将从网友提供的线索中选出一些影响大的鬼怪场所 作为周德东惊悚万里行的探秘目标 不到一个月 我们收到了数百份线报 有人说上海徐家会太平洋百货解放前是个育婴堂 曾经死掉过很多婴儿 太平洋百货刚刚建好的时候 保安晚上总听见有小孩在哭 可是楼上楼下四处寻找并没有发现什么小孩 后来请风水先生看了看 说是不干净 破解之法就是天天放同一首歌 宝贝对不起 有人说蔡氏口是北京七大邪地之一 早年间蔡氏口是著名的刑场 附近有一家裁缝铺子 生意很兴隆 这一年夏天 蔡氏口有个乱党被斩首 当天晚上 裁缝铺掌柜 睡到半夜突然就醒了 隐约看到屋里有人走动 他以为来贼了 吓得一动不敢动 这个贼摸索了一会儿终于离开 还特别懂事儿的把门给轻轻关上了 掌柜的爬起来看了看 发现针线框不见了 白天他跟邻居去刑场看热闹 一下子就傻了 那个昨天被斩首的人 脑袋和身子竟然连在了一起 他的脖子上有一串细细的线痕 旁边就扔着他裁缝铺里的针线框子 有人说 广州立湾广场动工的时候 曾经挖出过八口棺材 棺材虽然破旧 木钉却是崭新的 并刻有奇异的花纹 据说这些没有任何身份标志的尸首 乃是镇邪的 他们被挖走之后就必须再死够八个人 果然 里湾广场接二连三的发生自杀 或他杀事件 除此 还有沈阳鬼楼 青岛鬼屋 济南市某博物馆 南京龙脖子路 杭州孔雀楼 香港高街 鬼城丰都某村 天津某报社大厦 实际上 很多恐怖传闻都是故事 我将一一破解 眼下 不知为什么 我更在意昨夜那个古怪的梦 我觉得有人在冥冥之中 对我暗示什么 上班之后 我对助理季风说 你看看 有没有人在QQ上提供恐怖线索 季风说 恐怖线索不是都发到电子信箱里吗 我说 今天 可能有人会破例 我有三个QQ 200826414 611965512 596184414 平时基本上都是由季风来管理 每天登陆都会有数百人来加好友 数百人留言 季风把QQ打开之后 电脑噼里啪啦响成一团 令人担心随时都会死急 两个多钟头过去之后 他看完了全部的留言 他看了看我说 没有 我回到自己的电脑前 登陆了我个人的QQ 434662 464 除了几个最贴近的人 没有人知道这个QQ号码 登陆之后 有一个陌生人家好友 留言是 恐怖线索 我通过了 几分钟之后 对方发来了这样一些文字 周老师 我叫刘明九 是您的读者 目前就读于延安大学 我是陕北延长县门沟村人 从小在窑洞里长大 我们村四周的荒山上 都是战国之秦汉年间的古墓 小时候我经常听说电闪雷鸣的日子 那些荒山野岭上会传来将士的交战声 战马的斯鸣声 兵器的碰撞声 但是我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 也不太相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贫穷的村民发现地下有宝藏 于是他们带着铁锹 洛阳铲 铁棍 绳子开始疯狂地盗墓 前不久 延安市公安局保塔分局警方抓了25个人 你在网上可以查到这个消息 这些盗墓的农民除了具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经验之外 还有人自制了详尽的古墓遗址分布手册 有些遗址甚至精确到某村以南50米 尽管抓了人 盗墓者依然猖獗 如今我家四周的山上已经是千疮百孔 满目苍蝇 无数的墓洞令人触目惊心 到处都是破碎的桃片 还有2000年的尸骨 离我家不远的一处农民姓张 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张古墓路线图 里面还有殉葬品的清单 最诱人的是一个卧虎镇木兽 还有一百八十尊铜勇 这些东西价值连城 张某按照图示带着婆姨在北山上找到了这处古墓 发现已经被人挖掘 他钻进去探视 却再也没有出来 同村一个姓蔡的农民不姓邪 而且发财心切 带着表弟去了那处神秘古墓 他钻进去之后 同样有去无回 我没想到这个恐怖故事会波及到我的家族 十天前 我二爸怀着侥幸的心里 带着绳索 蜡烛 糯米 半夜偷偷爬上了北山 二妈劝他他不听 他认为张某和蔡某是中了毒气 现在墓室已经被掘开三十多天 毒气肯定是散尽了 结果 他也没有从那个墓室里爬出来 二爸出事之后 我回了一趟家 附近村子里的人都在传说这个恐怖的木洞 并且在他旁边的树上系了一块白布 警示大家都不要接近 有人半夜经过北山的时候 竟然看到那些木洞里冒出了烟雾 隐隐戳戳的 还有长跑马挂的古代人 拎着纸灯笼 在荒山野林上 忽隐忽现 我没有亲眼看到 绝不相信 三天前 也就是我离开村子的前一天夜里 我在梦中被大风刮醒 看到窗户外面有个纸灯笼在晃动 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喊了一声 谁 窗外传来一个古怪的声音 山上的 我诧异的说 山上光秃秃的没有人啊 对方说 都在地下呢 你们上来过很多人做客 我们也下来走走 山上山下的 我们应该多走动呢 我越想越不对头 披上衣服 拿着羊铲追出去 却不见一个人眼 只看到地上 有一根人的腿骨 我以人格担保 以上百分之百是真的 昨天在网上看到您要采风走全国 正在向读者征集恐怖线索 很希望您能来陕西一趟 您可以住在我家里 我相信村里的人会告诉您更多的事情 学生 刘明九 我身边的人都知道 当时我们已经决定第一站去封读鬼城 但是我临时改变了计划 只有一个原因 在这个学生讲述的经历中 有一句阴森的话 我蹊跷地梦见过 都在地下呢 2007年11月11日 我开完新闻发布会 对司机好师傅说 出发 去陕北 下午 周德东惊悚万里行踩风车 离开北京 驶上了京市高速路 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车风驰电车 不过很快就慢下来 高速路上能见度很低 弥漫着烟雾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接近石家庄的时候 一辆巨大的卡车 翻成了三四段 狂堵了数个钟头 东惊小声地说 这天气 好像是在阻止我们 我朝他笑了笑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 半夜时分 我们终于驶进了太原城 第二天一早 我们继续奔赴陕西 路过一个小县城的时候 正巧看到一户人家出殡 白衣白裤 粗细月斑 各种纸扎 场面浩浩荡荡 摄像师忠义打开车窗 端起机器刚刚拍摄了几秒钟 就走过来一个高大的男子 站在车窗外死死地瞪着他 此人扛着笑棍 看来是死者的儿子 忠义赶紧就把机器收了起来 抵达西安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城墙之上灯火通明 我曾经在西安工作 那些年陕西的老太阳 对我同样很关照 不过 它的变化太大了 我已经认不出它了 好师傅是北京人 他更不熟悉当地的路况 我们像是无头的苍蝇一样 在街道上四处乱窜 终于住进了省政府旁边的一家宾馆 第二天上午 祝天书到了 我们在宾馆茶楼见了面 她是我的热心读者 现役军人 有幸成为西安的勇敢宝贝 就是这个21岁的女孩 将跟我一起去陕北古墓 体验另一种神秘的生活 过去我只见过 祝天书报名的照片 酷酷的风格 很适合跳街舞 而他本人给我的感觉更清纯 有一股军人 雷厉风行的尽头 坐下之后 我问他 我们要去的地方 到处都是古墓 你怕吗 他说 不怕 我感觉就像是去 古人家里做客一样 这话说得我全身一朗 做客两个字 又跟我做的那个怪梦 还有留名酒讲述的那次离奇经历 呼应上了 接着 季风向祝天书介绍了一下相关情况 我们就上车出发了 我们离那座恐怖的北山 那个吃人的墓室 那些诡异的传说 越来越近了 在车上 祝天书说 大二的时候 我和同学在钟楼附近逛街 看见灰色的云朵后面 有一个像盘子一样的物体 当时我以为是旋转餐厅的 没有太注意 可是我很快就想到 西安钟楼附近 不可以有过高的建筑物 于是赶快抬头再看 它已经不见了 我发誓 我看到的是UFO 我笑了笑说 你跟我在古墓里度过一夜之后 UFO就会变成小菜一碟的 窗外 天色阴郁 我曾经对季风和东京说 你们去看看陕北的天 蓝得就像童话一样 可是从我们出发开始 天就一直没有放过情 也许他们是没有这个眼福了 我仰头望着大朵大朵的乌云 从中看出了古墓的形状 嗅出了死亡的气息 到达延安之后 我们住进了石窑宾馆 冷雨稀稀拉拉的掉下来 不过很快就停了 举头看天 大躲大躲的乌云不见了 灰蒙蒙的一片 好像天本来就是这种颜色 那曾经湛蓝的天 似乎被替换掉了 第二天 我们驾车继续朝北推进 在延长县境内 由于一列火车和一辆汽车相撞 我们直到天黑 才进入里屈镇 寻了一家宾馆 把其他人留下来 我和祝天书乘车进入山区 一路都是土路 汽车开始颠簸 四周黑骨隆东 都是连绵起伏的荒山 有的地方裸露着贫瘠的黄土 有的地方突兀地冒出了 一层层黑乎乎的植物 看上去巴巴拉拉的 只有眯眼仔细看才能发现 半山腰上偶尔有一两户人家 亮着幽暗的灯 拐了一个弯 车突然熄火了 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说 天书你看 那里有一户人家 祝天书看了半天 终于捕捉到了那团弱弱的光亮 他冷静地问 那是 是人家吗 我拽开金杯车的门 一股寒风就关了进来 我说 走 管的是什么 我们去问门路 他跳下车 警觉地四下望了望 然后走上来握住了我的手 天很冷 我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袄 他只穿着毛衣 老话说 十层丹比不上一层棉 不过 他抓住我的手 并不是因为冷 在如此陌生的荒山野岭中 四周身手不见五指 根本变不清东南西北 而且到处都埋着尸骨 别说一个女孩 我的心里也会缺乏安全感的 第二集 我们靠近了山路旁的那户人家 一座矮趴趴的房子破旧不堪 窗子挡着玻璃和塑料 透着悠悠的光 我敲了敲门 大声地问道 师父 门高村怎么走啊 门吱压一声开了 一个妇女露出了脑袋 警觉地看了我们一眼 又把门关上了 我面对闭门更愣了愣 只好拉着朱天书离开 好师父已经把车发动着了 我们钻进去 继续朝山里开 朱天书一直静静地观望着窗外 他的身体在微微抖动 实际上外面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我要把棉袄脱给他 他不要 我就抱住了他的肩 想调和一下压抑的气氛 就说 你在媒体上见到的周德东 和我本人有什么不同 他转头看了看我 说道 你比照片上还瘦 我说 不过你别怕 我服过意 如果遇到危险 你先撤 因为我退伍的时候啊 只是一名上士 而你啊 现在已经是中尉了 沿着凹凸不平的山路 我们的车行驶了半个多钟头 前面惨白的车灯里 终于出现了一个活人 他很瘦小 吃力地朝上走着 我吩咐好师父停了车 然后打开车窗问道 师父 请问门沟村怎么走啊 这个人三十岁左右 脸色黑黑的 两只圆眼睛 小嘴 周围的胡子乱七八糟 他操着浓郁的当地口音 又问了我一句什么 看来不但我听不懂他 他也听不懂我 我再次大声地说 我问你 门沟村怎么走 他无里哗啦说了半天 我还是听不懂 朱天书掏出纸和笔 递给了我 我马上工工整整地 写下了门沟村三个字 举起来 用手电筒照亮给他看 他朝前指了指 好像在说 前面就是了 我又在纸上写了两个字 古墓给他看 他端详了一阵子 摇了摇脑袋 我不知道他是不清楚 古墓怎么走 还是不认识这两个字 他可能只认得他居住的村民 朱天书太机灵了 又从旅行包里掏出我们买的一些古墓方面的书递给了我 上面有很多古墓的图片 我接过来 给这个人指了指上面的一张古墓的图片 他的眼神马上变得警觉起来 我当时甚至冒出了一个非常滑稽的想法 这个人会不会是一个伪装成当地农民的警察呢 朱天书把我也给教聪明了 我从跨包里掏出了一本我写的书 上面有作者照 举给他看 让他知道 我是一个作家 然后我大声地对他说 我们来采访 他迟疑了一下 神处胳膊画了一个圈 意思应该是 四周的山上都是古墓 我回头看看朱天书 小声地说 我想跟他说 让他给我们带路 这个意思太复杂了 很难表达清楚 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朱天书想了想说 钱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 大声对这个当地人说 北山 你的带路 谢谢 这个人接过钱去 立即爬上我们的车 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好师傅在他的指引下 把车开到了山上 停车之后 我和朱天书每个人 拿着一只手电筒跳了下来 山上更冷了 土鹿两边荒草丛生 稀稀拉拉长着一些 叫不出名字的矮树 只剩下干枯的枝叉 四周有一股纸灰的味道 古墓在哪儿 我走进那个当地人大声说 你带我们去找找 他说了几句当地话 显然还是互相听不懂 我拉起他粗糙的手 朝旁边的草丛里走 却被他一下子甩开 这个人看起来很瘦小 这一甩 才让我感觉到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力道 毫无疑问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借着车灯的光 我发现他双眼里射出了惊恐的光芒 接着他连连摆手 嘀咕着当地话 强烈地拒绝了我的要求 似乎踏进旁边的草丛 有什么忌讳 没办法 我只好拽着朱天书走进草丛 触目就是一个黑洞洞的木洞 上面覆盖着密杂杂的荒草 简直就是一个陷阱 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我用手电筒朝里照了照 木洞底的黄土上 竟然有一个残缺不全的瓦挂 继续朝前走 我发现三部一个木洞 五部一块尸骨 阴森刻步 尽管如此 我依然不理解刚才那个当地人的反应 按道理说 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一带 对这些古墓应该麻木了 为什么还那么害怕呢 我紧紧抓住朱天书的手 生怕他一脚踏空 掉进那个木洞里去 我们没有铁锹 万一有人掉进去引起了塌方 旧都来不及 就等于被活埋了 我们在古墓上慢慢的行走 一直没找到刘明九说的那棵 记着白布的树 我回头对朱天书说 现在害怕吗 他笑了笑说 不怕 真的好像来做客一样 只是这里太近了 没有人接待我们 他的话音 突然在荒野里 响起了一个尖利而古怪的声音 都在地下呢 朱天书惊叫了一声 一下子就抱住了我 我也抖了一下 本能地举起手电筒 照在前面一个人的脸上 肤色黑黑的 两只圆眼睛 小嘴 周围的胡子乱七八糟 正是那个当地人 他发出了这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之后 后退一步 扑通一声 就跳进了一个黑洞洞的木洞里 朱天书拽了拽我 要跑回车里去 我却死死拉住了他 没有动 我在紧急地思考 这个人不是一直跟着好师傅 站在山路上吗 他怎么突然绕到我们前面来呢 这个人不是只会讲当地话吗 尽管这句都在地下呢 也不算普通话吧 但是说得清清楚楚 字正腔圆 谁都听得懂 另外 他叫出来的这句话 为什么跟我梦见的一样 为什么跟流明酒 半夜里听到的一样 这不是小说 我亲爱的读者们 这是现实 我只能这样想 也许流明酒早就通过电子邮件 向我提供过这条恐怖线索 我看了只不过妈妈不不没有记住 而都在地下呢 这句话却埋进了我的潜意识里 于是我夜里梦见了 站在流明酒家摇洞窗外的那个灵灯笼的影子呢 其实就是刚才跳进木洞里的那个人 这样一梳理 逻辑就清楚了 可是 这个人是谁 他为什么出没在这片古墓里 我们采风在山路上只遇到一个人 为什么偏偏就是他 现在 他又到哪儿去了 楚天书颤颤的说 周老大 他到哪儿去了 我拉着他朝前逼近了一步 站在了那个深深的木洞边缘 用手电筒朝里照去 这个木洞纵向大约有四五米深 底部有一个横向的深度 我回头对楚天书说 这地下的木道很可能是相通的 过一会儿 说不定他就从哪个木洞里又钻出来了 楚天书的口气突然冷静了许多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说 回车上吧 明天白天再来探探 楚天书说 那好吧 我拽着楚天书小心地躲过一个个木洞 朝山路走去 好师傅正在抽烟 他已经把车熄火了 只看到一个烟头在黑暗中闪烁 来到山路上之后 我依然提心吊胆 总觉得脚下有深坑 我有一个战友 他在南疆打过战 敌人最擅长埋地雷 每走一步都可能被炸上天 直到他从前线撤下来 退伍回家 走在柏油路上 仍然不放心 总觉得一脚踩下去就会爆炸 现在 我理解他的感受了 我紧紧拉住楚天书的手 在距离抽烟人极米远的地方停下来 一边细细观望他的脸 一边问 是好师傅吗 在这个地方 我谁都不敢相信了 好师傅踩灭了烟头 大声地说 你们回来了 是他 我们的司机 我四下看了看问 那个当地人呢 好师傅说 刚才他突然就走了 我想着反正下山的路我也找得着 就由他去了 我们走吧 我说 走 去门沟村 我们终于摸黑找到了门沟村 村头有一孔土窑洞 亮着暗淡的灯光 好师傅关了车灯 我才发现这个所在 一条狗叫起来 很多狗都叫起来 我爬上窄窄的黄土台阶 敲了敲门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民露出头来 他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 披着脏脏的羊皮袄 表情友善 我大声地说 老相 请问刘明九家在哪儿 他把我打量了一下说 他是我儿子 陕北之行 我遇到了很多巧合 门沟村的窑洞 像羊粪蛋一样高高低低 稀稀拉拉散落在山腰上 而我敲开的第一个窑洞 竟然正是刘明九家 我突然意识到 其实这里的人能听懂普通话 刘明九父亲说的当地话 我基本上也能听懂 也就是说 我们在山路上遇到的 那个诡异的引路人 他和我们对话的时候 很可能是在伪装 我说 老相 我是一个作家 来陕北体验生活 刘明九是我的读者 他说 我来陕北可以住在他的家里 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我们两个人 大概住三天 他说 来了就是客 进屋吧 到炕上烫烫屁股 我说 那你们住哪呢 他说 家里没什么 就是摇动多 我接着说 啊 那就麻烦你了 随后 我滑下黄土台阶 和祝天叔一起 从车上拿下旅行包 睡袋 挤他 这时候才发现 带着这把琴探险 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 然后我对好师傅说 你回李居镇吧 等我们电话 一直少言寡语的好师傅 叮嘱了一句 你们可注意安全啊 然后发动着了车 在窄窄的山路上 在窄窄的山路上 艰难的掉了头 开下山去 就这样 我和祝天叔 住进了刘明九家的摇洞 这家人刚刚做过饭 灶里的火还没有熄灭 土炕热乎乎的 摇洞里也热乎乎的 墙壁上贴着旧旧的毛主席的画像 老人家在画里也笑得热乎乎的 祝天叔用眼睛在窑洞里搜寻了一圈 失望的说 渴死我了 这人家连个暖瓶都没有 一边说 一边朝水缸走过去 地上有一块很大的木板 祝天叔踩在上面 感觉到它是悬空的 一步就跳开 低头问 这是什么 我说 肯定是地窖 窑洞住人 地窖藏物 这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祝天叔走到水缸前掀开盖子 摇起了一瓢凉水 咕咚咕咚就喝了进去 我感受到了一股君旅女孩的 泼辣劲 正在她抹嘴巴的时候 刘母退门走了进来 她端来了一泊落九枣 还提来了一个暖瓶 粗声大嗓地说 你们喝点热水暖暖 我急忙结果来说 谢谢 刘母离开之后 我倒了一杯热水 得意地说 天叔啊 性子不能太急 一边说话 一边喝水 结果烫了嘴巴 猛地放下了杯子 连连吹起 朱天叔笑了 是啊 性子不能太急 第三集 夜里我和朱天叔 围着被子坐在土炕上 一直在谈论那个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的当地人 朱天叔不怕古墓 不过他对这个在古墓里 钻来钻去的人倒是很恐惧 他说 我一直在想 他跳进木洞之后去了哪里啊 我说 我怀疑这个人一直生活在地下 整天就在木道里钻来钻去 那些古墓啊 就是他的家 他很理性地说 那他是干什么的呢 我说 也许是盗木贼吧 我想 我们还会遇到他的 这一带 地下的木道肯定是四通八达 说不定就通到那户人家的地窖里 他马上转过脑袋去 看了看那块 盖着木板的地窖 我说 你太敏感了 他更正道 你没听到地窖里有动静吗 我说 估计是老鼠吧 他看了看我 低声地说 你回想一下那个人的长相 虽然当时天很黑 但是我牢牢记得那张 被手电筒光照射的脸 肤色黑黑的 两只圆眼睛 小嘴 周围的胡子乱七八糟的 接着 朱天书又说了一句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话 一发没发现 那个人长得很像 一只老鼠 早晨 刘牧 刘牧给我们端来了小米粥和杨玉渣渣 吃饱了 喝得了 我和朱天书离开门沟村 再次朝北山进发 这是2007年11月15日的陕北 天依然阴着 尽管是白天 尽管是白天 但是山上看不见一个人眼 死气沉沉 到处都是枯黑的干草和矮树 看上去不像夜里那么恐怖 但是更加荒凉 据史料记载 秦汉时期的墓葬 地面上均有 附斗式的坟丘 墓碑 祠堂 人和动物的石雕等等 如今 这些东西都被漫长的时光消磨没了 只剩下光秃秃的黄土 拐了个弯 突然闪出一处地方 十分鲜艳 就像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扎上了一根红头绳 我们走上前去才看清 那是一座高大的心坟 摆放着大红大绿的花圈 一根高高的木杆 顶端拴着一只纸糊的大鸟 涂着黑色 很丧气的样子 它随着风 一会儿转过来看看我们 一会儿又转过去 看看远方 朱天叔说 我不怕古墓 怕心坟 我问 为什么 他说 古墓里的人连骨头都不存在了 没什么可怕的 心坟的墓碑上面还有照片 我怕那张照片 尤其是怕 照片上的那双眼睛 走过心坟 我们跨进荒草中 继续寻找那个以白布为标记的墓洞 我回头看了一眼 心坟上那只纸糊的大鸟正远远的盯着我们 我回过头去之后 它又转过去 看向别处了 山岛上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瓦罐 也不知道值不值钱 还有各种形状的骨头 我无法分辨它们出自人的哪个部位 有一根骨头很长 我怀疑是马的 朱天叔说 现在我不怕心坟了 怕歹徒 一边说一边四下张望 这荒山野岭的 人家一看我们的装扮 就知道我们是从城里来的 要是突然出现几个当地人 屠材害命 我们可根本没处可逃 他的担忧 是有道理的 这座山上手机没有信号 想报警都报不了 就算是报警成功 等警察赶到这个地方 也肯定天都黑了 歹徒把我们干掉之后 直接扔进木洞里埋上 不会留下一点痕迹的 我笑了笑 一个现役军人 一个退伍军人 面对千军万马 都不该这么胆气 何况是几个毛贼呢 朱天书停下来 直直朝前望去 我顺着他的视线 看到了一块白布 他系在一棵树上 随风飘扬 很像是招魂帆 那棵树天生畸形 七扭八歪 早已经枯死了 树旁的低洼处 有一个黑乎乎的木洞 冒着寒气 我松开朱天书的手 走到木洞边上 探头朝里看 朱天书说 小心 这个木洞十几米深 笔直笔直 木底的黄土上 有凌乱的脚印 一侧 有木道 我自言自语的说 又忘带绳子了 朱天书说 你想干什么 我说 下去看看 前后有三个盗墓者 钻进这里面都没出来 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朱天书说 老大 这也太危险了吧 我说 既然来了 我就要给读者一个交代 尤其是那个叫刘明九的学生 现在我们回去找绳子 晚上啊 你留在村子里 我一个人来 自从写恐怖小说之后 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害怕了 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牧师 我可一定要体验一下 朱天书想了想 突然说 我跟你一起下去 刘明九家里没有撬棍 也没有足够长的绳子 吃完晚饭 我和朱天书就在村子里转悠开来了 问了很多人家 都没有这些东西 朱天书说 我发现这些农民一听我们借撬棍和绳子 都有点警惕和排斥啊 我说 我查过这个村子的资料 百分之七十的男人都参与过盗墓 非常疯狂 他们不可能没有这些东西 只是不想借给我们罢了 朱天书说 他们可能怀疑我们也是来盗墓的吧 我说 笑话 哪个盗墓的 连这些基本的工具都不带 还要四处借 那也太不专业了 最高的山崖上 有一孔土窑洞 远离村庄 显得有些孤独 我带着朱天书朝他爬去 一般说来 离人群越远的人 越淳朴 我们刚刚爬到土窑前 就有一条黑狗冲上来 我吓得转身就跑 朱天书却本能地弯下腰 做了一个捡东西的假动作 虚惊一场 那条黑狗 被铁链子拴着 他冲到朱天书跟前的时候 就被铁链子给拽住了 这让他叫得更凶狠了 呲着牙 上面还有血 不知道 他刚刚吃过什么活物 土窑的门静静地关着 没有人走出来 我说 肯定没人 朱天书说 可是门没锁 我说 这样的山村 没有人锁门的 朱天书问 因为民风唇波 我回答 其实 也是因为没什么可偷的 我们两个人爬了这么高 累得气喘吁吁 怎么也得过去看看 于是我拉着它 绕过黑狗 任挺它叫 走向土窑的木门 敲了敲门 没人意 我轻轻推开门 里面有一个干净的布帘子 掀开之后 里面竟然有人 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她正坐在炕上摆扑克算命 她长得很结实 看上去个子比我还要高 女人抬起头 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 我再次用半吊子陕西话 对她说 老乡 我们是来采访的 可以进来坐一坐吗 女人刻薄地说道 你们不是已经进来了吗 令人意外的是 她说话很凋准 在这里能遇到一个 说普通话的人 实在太不容易了 我一边走进土窑 一边说 实在抱歉 打扰你了 她家的地上 也有一块木板 那下面显然也是地窖 这一次 祝天树有了经验 机灵地躲开了她 跟我一起坐在了炕上 我说 你不是本地人 女人一边摆扑刻一边说 我是廊坊的 那怎么来陕北了 这里好啊 天高皇帝远的 来几年了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 山中无甲子 寒静不知年 我说 那你丈夫呢 女人静默了一会儿 才说 去北山了 我一下子关注了起来 去北山干什么 女人抬头看了我一眼 冷冰冰地说 去做客 我愣愣地望着她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的最后一句话 让我的心里 接了疙瘩 聪慧的祝天树 及时把话头接了过去 她不像我一样连连发问 而是介绍起我们俩来 她是一个作家 叫周德东 周恩来的周 朱德的德 毛泽东的东 这次她跟新浪合作 来陕北体验生活 写小说 女人问 新浪是什么 网站 网站又是什么 周天树想了想说 大概跟杂志报纸 电视广播差不多的一种东西吧 这个时候 床外的天色暗了下来 女人点着油灯 继续摆着扑克 电线 那光明的触角 还没有伸到这个偏僻的山村来 周天树朝外面看了看 切入了正题 大姐 我们需要一条绳子和一根翘棍 不知道你家有没有 女人抬头看了她一眼 又看了我一眼 我们家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我小声对周天树说 明天打电话让季风买吧 让好师父送过来 接着我对女人说 你在村里 听没听过一些闹鬼的传闻 女人说 鬼 我还亲眼见过呢 我马上来了兴趣 盘腿上抗 那你给我们讲讲 女人继续摆着扑克说 你们上北山了吗 上过 前几天我去北山打柴 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看见一个黑影走在深路上 她背着一个大包袱 两个胳膊上还挂了两个小包袱 看上去很重很重 她每走一步 骨头都在喀巴喀巴响 我以为是同村的人 就快步跑过去 在背后对她说 我帮你拿一些吧 她慢慢转过身来 我发现 她根本没有肉啊 只是一具骨架子 然后我一下子就贪软在地上 窑洞外的黑狗 又一次叫起来 好像又来了生人 女人接着说 这具骨架对我说 谢谢你 好人 我那座老房子已经住两千多年了 经常有人去偷东西 我只好背着这些宝贝搬家 我已经到了 你看 这就是我的新家 那条黑狗叫得越来越凶 似乎那个生人 已经走进了院子 女人没有中断 继续讲述着 我转头朝旁边一看 是一座新粉 摆着花花绿绿的花圈 还竖着一根高高的杆子 上面是一只纸糊的大鸟 这具骨架走到墓碑前 对我说 好人 你可不要告诉别人 我的新住址啊 说完就不见了 女人讲到这里停了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我说 哎呀你运气真好 我专门来寻鬼 可是什么都没遇到 床外 突然传来一声尖利的怪叫 都在地下呢 我打了个冷战 猛地转头朝外看去 毫无疑问 床外这个人 正是那天给我们指路 然后又消失在古墓里的人 女人一边摆扑克一边 哈哈大笑 那是个神经病 朱天叔冷静地问 大姐 她怎么得的神经病啊 女人说 倒影呗 天天想着盗墓发财 结果一个瓦罐都挖不着 时间长了就疯了 天天在古墓下面爬来爬去的 第三天下午 好师父开车送来了一根翘棍 还有一条三十米长的棕绳 吃完晚饭天就黑了 我带着朱天叔再上北山 留名九的父亲坐在土院子里抽烟袋 他看了看我们手里的翘棍和棕绳 不放心地问 你们真的要下去啊 我说 是的 这个老实农民的脸色有些忧郁 他说 我给你们带点黑驴蹄子吧 辟邪的 可以克制僵尸 我笑了笑说 不要 我跑得快 他说 那你们记着 有个木洞旁边记着白布 你们可千万不要进去啊 村里有三个人进去过 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其中一个就是我弟弟 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他叹了口气说 盗墓本身就是犯罪的事 谁敢报警啊 他们掘祖宗的坟 肯定触犯了神灵 把他们给扣留了 这一夜 特别黑 朱天叔走得比我还要快 爬上了北山 我说 你好像一点都不害怕了 他说 不管结果如何 我只想要个痛快 经过那个新坟的时候 我放慢了脚步 你不用再害怕这座新坟了 如果那个廊坊女人 说的是真事 那么这里面根本不是 什么新死的人 新瓶装旧旧 买的呀 还是两千年前的古人 朱天叔说 我们说点别的吧 比如新浪 比如招财猫 比如招聘网 他们为你选拔的下一个勇敢宝贝 会是谁呢 我说 只要不是那个廊坊女人就好了 朱天叔笑着问 为什么 我说 老实说 我有点怕这个女人 朱天叔说 老大 你连鬼都不怕 还怕一个女人 我说 我觉得这个女人的身上 有一股血腥气 朱天叔说 那你说具体点 我说 这可 说不清楚 朱天叔说 第四集 天海阴着 无星无月 一片漆黑 弯弯曲曲的山路上 死寂无声 只有我和朱天叔的手电光在晃动 我们在明处 无数人 躺在地下的暗处 走着走着 我的脚踢到了一个东西 用手电筒照了照 是一块陶罐的碎片 我说 这片土地的年龄太老了 什么东西一老 就容易变成精怪 朱天叔说 老大 其实啊 你比我还感性呢 终于 我们跨过深深浅浅的荒草 来到了那个 记着白布的枯树旁 中天叔 也不再说话了 那个木洞 黑乎乎的 正等着我们进入 很多人都知道 我恐高 不敢坐飞机 现在我才意识到 朝地下深入 才是最恐怖的 我说 动手吧 朱天叔拿着绳子 将一端麻利的系在树上 用手拽了拽 觉得没问题 然后说了一句 让我目瞪口呆的话 我先下 我说 当然是我先下 如果我下去之后 就没影没声了 你不要管我 赶快跑下山报警 如果我没问题 你再下去 你下去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尽可能不要蹬旁边的土 万一坍塌的话 我们就都完了 朱天叔乖乖地点了点头说 我知道 我把手电筒揣在口袋里 在木洞旁深吸一口气 然后抓着绳子 慢慢地朝下面滑去 朱天叔在木洞口 打着手电筒 为我照亮 虽然我尽量不去 蹬踩木洞的四壁 干燥的黄土 还是扑哧扑哧地掉下来 落在我的头发上 衣领中 我低着头 躲避着掉落下来的土 免得迷了眼睛 同时紧紧盯着洞底 十米 九米 八米 七米 六米 五米 四米 三米 两米 我重重地落在洞底 扬起头 突然发现一个秘密 一个地洞 从上朝下看 要比从下朝上看 浅很多 现在 现在我看上面的洞口 显得很小 朱天叔的身影 也显得很小 他在地面上的阳间 我在阴间的隔壁 朱天叔的声音 变得十分遥远 他喊道 老大 怎么样 我说 没问题 我弯下腰 朝旁边的木道照了照 还是黄土通道 我试着朝里钻了钻 闻到了一股潮湿的味道 我又听见了 朱天叔闷闷的声音 老大 你说个话 我大声喊道 活着呢 我的声音 竟然震落了木道里的黄土 黄土哗啦啦地落下来 我朝前爬了几米 被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 下面有一尺宽的入口 里面黑洞洞地 吹出阴凉的风 那里 毫无疑问 是一个墓室 我静静地观察了一阵子 突然间 有些胆怯 就是这个黑乎乎的入口 前后钻进了三个梦想发财的人 结果 他们都没有爬出来 也就是说 就算这里不是古墓 至少里面 也已经有三具死尸了 我没敢轻举妄动 四肢着地 退回了木洞的底部 朱天书在上面喊道 老大 你看到什么啦 我说 有个入口 朱天书又问 里面有什么 我突然感觉很惭愧 我竟然都没敢朝里 看上一眼 我说 我喘狗气 你等一下 接着 我第二次沿着那个木道 朝里爬 木道很狭窄 让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我一只手拿着手电筒 一只手死死抓着腰间的绳子 这根绳子是我和人间唯一的联系 是我跟勇敢宝贝朱天书 唯一的联系 我再次来到那个一尺宽的入口前 扶下身子 拿手电筒朝里面照去 这个牧室的面积像一间房子那么大 全部用石材构筑 这种石室墓 应该出现于西汉后期 盛行于东汉 牧主多为贵族官僚 牧室里空空荡荡 除了正中间躺着一口很大的石头棺材 一无所有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如果说 那石头棺材里面装练着古诗 那么 那三个盗墓者哪里去了 如果说 那石头棺材原本就是空的 也不可能装进去三个人呢 我又一次退出来 回到木洞底部 我抬头望了望遥远的洞口 决定爬上去 放弃这次探险了 朱天书朝我喊 你看到什么了 我说 一口棺材 朱天书又喊 好了好了 老大 你快爬上来吧 我的心 突然又硬了 说道 不 你等我一下 我要进去看看 朱天书没有再说话 我只看见手电光 看不到他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 他的手电光离开了我的脸 四下乱晃起来 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顺着绳子朝下爬了 黄土哗啦啦啦的掉下来 我急忙躲进了木道里面 几分钟之后 他到了地 情不自禁地朝上面看了看 我说 他吗 他说 我只怕有人在上面把绳子割断 那样我们就永远上不去了 我说 我们钻进墓室里看看 然后就赶快爬上去 他说 好 我顺着木道朝里爬 从那块巨石下的缝隙 一点点钻进去 站起身 用手电筒四下照了照 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然后我趴在地上朝外面招了招手 朱天书也一点一点地爬过来 他从巨石下钻进来的时候比我还费劲 我小声地说 你比我胖哦 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 这世上还有比你更瘦的人吗 瘦完 他突然回头朝下面那个狭窄的入口看了看 不安地说 这块大石头 不可以落下来吧 我说 古代墓葬里有很多机关 比如毒药 比如翻板 比如按挪 比如流沙 比如落石 比如玄魂梯 我们小心点就是了 墓室不大 被两只手电筒 罩的铜亮 四壁上雕刻着各种画像 兵勇 侍女 车马等等 色彩斑驳 老齐横秋 那颗石头棺盾比普通的棺材大一倍 不算圆弧形的盖子 足足有半人高 四周是溜金期的五彩 描绘着仙鹤麒麟 龟蛇 灌盖上有天上二十八星宿的图案 棺底环绕的 是一圈金色云卷纹绪 我伸手在墓室的四壁上摸了摸 上面的石缝 连刀片都插不进去 接着 我又趴在地上仔细查找 石材地面 十分坚硬 没有任何入口 接着 我和铸天书的眼睛同时射向了那口 石头棺材 曾经有三个同类 他们爬进来之后就不见了 这里没有门通向另外的墓室 也没有藏匿尸体的角落 那么 所有的秘密 都在这口大棺材里 我靠着墙壁坐下来 紧紧地盯着他 铸天书也挨着我坐下来 跟我一起观察他 宝贝 现在你怕吗 我们来做客 神灵不会伤害我们的 你带手机了吗 没信号带他干嘛 我想知道现在几点了 你也没带 没有 我猜 现在应该是午夜了 天快亮了吧 如果 现在我们撬开这个棺材 会看到什么 老大 你可千万别碰他 我们上去吧 按照当时的墓葬习惯 这口石头棺材里面 还应该装着一口木头棺材 打开木头棺材呢 应该是一具死尸 还有一些金银财宝 如果棺材是阴沉木做的 我们还能看到一眼 这具死尸的容颜 朱天书突然说 我怎么觉得 打开这个棺材盖 我们看不到木头棺材 看不到死尸 也看不到金银财宝 我抖了一下 那里面是什么 他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 我和朱天书都不说话了 无声地坐着 端详着这口神秘的棺材 突然 我感到有人拽了拽绳子 接着 一个声音就从牧师外面的洞口 传下来 老大 你说个话 我一下子就傻住了 愣愣地看着朱天书 他也听到了 一下抓住我的手 这是谁在说话 我推了他一把 叫道 快爬出去 他精明地扶下身子 从巨石下钻了出去 我紧随其后 和他一前一后爬过那段木道 来到木洞底部 他抓起绳子就朝上爬 可是 已经晚了 那根绳子从上面软软地掉了下来 我猛地举头朝上望去 那个洞口就像月亮一样小 露出了一颗黑乎乎的人头 笑嘻嘻嘻地说 都在地下呢 接着就缩回去不见了 完了 那个精神病一直隐藏在附近 现在 他割断了我们的绳子 十几米 差不多是四层楼那么高 我们飞都飞不上去 一片静默 我没料到 此时此刻 铸天书显得很冷静 他说 天亮之后 会有人经过这里吗 我说 不知道 铸天书说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 如果我们几天之后 还没有赶回李屈镇 季风他们会找来的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保存体力 等待 铸天书说 明白了 我用力抱了抱他的肩 他说 你想说什么 我说 当时从几百人中选了你做西安的勇敢宝贝 是正确的 他说 其实我不是因为勇敢才做勇敢宝贝的 而是因为做了勇敢宝贝 才会变得勇敢 接下来 我和铸天书一前一后爬进了牧师 这里宽敞一些 我们两个人靠着墓壁并排坐在一起 我心里很清楚 无论怎样互相安慰 我们现在都是面临着绝境 如果季风他们不找来 我们听不过七天 为了铸天书不胡思乱想 我开始跟他聊天 你十几岁上的大学 十五岁 西安体育学院 你什么时候开始读恐怖小说的 也是十五岁 读你的三点一等于几 那个时候 铸天书还是个少女 他绝对想不到六年之后 他能跟周德东一起来到山北古墓探险 更不会想到 闯到死亡的边缘 我说 我编过一本杂志 青年文摘彩版 你看过吗 买过几本 青年文摘彩版上 发表过一个蟋蟀的故事 你读没读过 没印象了 我说 一个人养了一熊一瓷两个蟋蟀 有一次他出差回来 突然想到 他走的时候 忘记在装蟋蟀的盒子里放食物了 急忙打开 看见两只蟋蟀都活着 不过那只熊蟋蟀 只剩下半个身子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没说话 等我继续说下去 我说 被瓷蟀蟀吃掉了 他听到这里 身子抖了一下 我继续说 从体力上说 我说好好好 不讲不讲 他说 换个话题 如果你没有这次经历 能不能编出类似的恐怖故事来 我说 不可能 有的时候啊 生活高于艺术 他说 如果我们平安无事回到西安 我肯定也能写出一篇恐怖小说 我现在才知道 什么最恐怖 是孤独 比如现在 我们就被人类遗弃了 我说 有千千万万的读者 关注着我们 我们不孤独 他突然说 你感觉这个墓室里 现在有几个人 我说 当然是两个 他说 我感觉不是 那你说是几个 他慢慢的说 五个 我身上一冷 故作平静的说 来 我们现在分析一下 那三个盗墓者的下落 你说 他们是死是活 他摇了摇头 这个难说 我说 我猜测啊 这个墓室里原来有很多殉葬品 都被人偷走了 那三个盗墓者啊 很有可能死在同行的手里 还有一种可能啊 有一些古墓的捍卫者 他们以恶制恶 把那三个盗墓者给干掉了 他说 我怎么总觉得 他们还活着 为什么 因为谁都没见过他们的尸体 说到这里 我们两个人的眼睛 同时又射向了面前的棺材 天一黑 这个远离都市的山村 就鸦绝无声了 离开山村 来到这片无人的荒山野岭 就更加寂静了 离开荒山野岭的地面 再钻进这十几米深的墓室里 就死寂静的 就死寂静的恐怖了 好像世上一切活物都灭绝了一样 在这样的环境中 耳朵是痛苦的 正像在白茫茫的学野里 视线没有落点 眼睛是痛苦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耳朵就容易出现幻听 第五集 不知过了多久 我们的手电筒光芒 一点一点的弱了 电池的电已经不多了 我关掉了我的手电筒 剩下诸天书一只手电筒亮着 墓室里一下子变得幽暗起来 我隐隐听到了属于地下这个世界的声音 极小极小 很难分辨是交谈声 还是喘息声 还是走路声 我以为 这都是我的错觉 诸天书突然挺直了身子 张着耳朵四下听 我这才确定 确实有声音 他也听见了 我想幽默一下 于是伸手敲了敲牧师的墙 大声地问道 隔壁有人吗 诸天书一下子抓紧了旁边的撬棍 他很理性 也很机灵 换一个女孩 这时候往往会抓紧我的手 而抓紧男人的手 是没用的 如果打斗起来 这样做 反而还削弱了男人一半的战斗力 我又盯住了面前的石头棺材 是的 我肯定 声音是从棺材里发出来的 我朝诸天书的手电筒指了指 是以他关掉 墓室里顿时一片漆黑了 这个时候 诸天书抓住了我的手 我想 他是担心一转眼 我们就在地狱般的黑暗中走散吧 我也抓住了他的手 这样 至少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存在 知道对方的位置 我轻轻轻轻地站起身 把耳朵贴在了 高大的石头棺材上 关掉手电筒有两个好处 第一 如果在这个狭小的世界里真的有第三方 那么我们必须把自己藏起来 第二 没有了光 我们的耳朵会更加灵力 我在石头棺材上贴了几分钟 那声音稍微清晰了一点 似乎来自冰窖里 颤慰慰的 你们来做客 都到家门口了 怎么不进来啊 听到这个冰冷的声音 我后退了一步 靠在了牧师的墙壁上 我想逃 马上又意识到 即使钻出牧师也无济于事 因为外面没有路 路被那个精神病给切断了 我打开手电筒递给铸天书 说道 拿着 铸天书看了看我问 你要干什么 我说 你没听见吗 里面有人说话 我这就要撬开它 铸天书说 我听见了 好像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把铸棍抓在手中 从棺材盖插进去 使劲朝上铸 棺材盖一点一点的抬起来 铸天书立即上前帮忙 我们两个人合力 把棺材盖搬开了 一股冷风从里面冒了出来 一张苍白的脸在里面闪现了一下 突然又不见了 棺材下黑乎乎的 似乎是个无底深洞 我拿过手电筒朝里照了照 好像下面 还是一条木道 我说 天书 我跳下去看看 你等着我 铸天书一下子就拽住了 我说 不要 我说 为什么 他回答道 这个牧师里除了这个棺材 没有其他机关 现在我怀疑 那三个盗墓者进来之后 也搬开了这个棺材盖 然后跳了进去 我说 那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出路 只有硬着头皮朝前走 他想了想 没有再阻止我 我扔下鞘棍 朝棺材里面爬去 铸天书 却把鞘棍递到了我的手上 小声地说 拿着 这个入口大约两米高 我跳下去之后 一手拿着手电筒 一手拿着鞘棍 慢慢地朝前走 这条通道 是一个朝下的斜坡 前面黑乎乎的 没有尽头的样子 我走出了一段路 听见铸天书在入口处喊道 老大 怎么样 我说 没问题 接着继续朝前走 老实说 此时我的心里很害怕 同时也很兴奋 一个恐怖小说家 遇到恐怖的遭遇 就像一个侦探 接手一起离奇的案件 一个医生 面对一场危险的手术 那感觉 又紧张 又刺激 走着走着 我否定了这是一条木道了 它只是一个不规则的地洞 更像是盗墓者挖掘出来的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那个精神病 难道 这是他的节奏 背后又传来了 铸天书闷闷闷的声音 老大 你说个话 我回头喊道 活着呢 手电筒的光更加暗淡 只能照亮一米远的距离 地洞也越来越狭窄 最后我只能趴下身子 朝前一点一点的爬 爬着爬着 我停下了 我打算回去把铸天书带过来 我不是恐惧未知的前方 而是担心他一个人留在那个墓室里会遇到危险 万一有什么情况 他一个人根本对付不了 我退到石头棺材下 对铸天书说 里头没什么危险 不过我不知道一直走下去是什么情况 你一起下来吧 铸天书连想都没想 就跳了下来 我在前他在后 我们一起朝前摸索 我真希望 今夜能发现一个像始皇陵一样的伟大墓葬 那样的话 我对人类的贡献 可就不是一部恐怖小说了 爬了二十米左右 前面突然开阔起来 我和铸天书一起停下来 抬起手电筒朝前照去 当我们看清眼前的场景时 同时木凳口袋 三具男尸 背后分别用木桩支撑着 直直地跪在地上 他们的嘴巴微张 里面含着黄土 眼睛里都塞满了血淋淋的棉花 三具男尸都面朝着一个土堆 土堆插着一块木牌 上面用墨水歪歪斜斜的写着 钱得意之木 铸天书拽了拽我 笑声地说 老大 我转头看了看他 嗯 他眯封着眼睛 盯着前面的三具男尸说 这肯定就是那三个失踪的盗墓贼了 看来 不是什么鬼怪的作祟 肯定是他们跟这个钱得意 有什么恩怨 被杀了来做陪葬的 我回过神来问他 我们继续走还是返回去 他朝黑暗的前方看了看 坚定地说 朝前走 我拽着朱天书 轻轻地从三具尸体旁溜了过去 走过这个恐怖的木中之木 前面又变得狭窄了 我们只能爬 这一次 我让朱天书爬到了前面 他全身都是黄土 牛仔裤的膝盖也磨破了 我想说 如果我们活着出去 我会给他买一条新牛仔裤 又一下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 说这样的话太滑稽了 就又咽了回去 我们朝前又爬出了五十米的样子 突然到了尽头 朱天书朝上照了照 又用手在顶部推了推 竟然推开了一个木头盖子 我陡然看到了希望 朱天书直起了身子 从那个出口朝外看了看 很快又缩回来 兴奋地说 老大 我们得救了 我急忙问 你看见什么了 我当时的声音 颤巍巍的 他把手电筒递给我 朝上一窜 半个身子就出去了 他用双手煮在洞口两边 使劲一撑 整个身体就出去了 接着 他把手伸下来 接过手电筒和翘棍 我也爬了上去 这个时候 东方已经微微的亮了 连续的阴天 今天终于第一次放了情 我们从一个窑洞里 钻了出来 我用手电筒四下照了照 这应该是一个废弃的窑洞 土炕上的席子破破烂烂 不见被褥 灶台上一大一小两只米罐 都是空的 其中一只碎成了三块 缸里没有水 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 窗户上挡着残破的塑料 呼噠呼噠的 潮里灌着冷风 尽管如此 我还是感觉到了一股 人间的温暖 外面 山村里的公鸡在打鸣 远远近近此起彼伏 还是铸天书眼睛间 老大 照片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窗台上果然扔着一张照片 上面是一家三口人 除了怀里的婴儿 夫妻两个人都在笑着 女的二十七八岁 胖胖的 男的三十岁左右 脸色黑黑的 两只圆眼睛 小嘴 周围的胡子乱七八糟 正是那个精神病 山里人起得早 一家家的老烟囱 都冒出了吹烟 直直的 我们回到刘明九家的时候 刘富正在从那段 黄土台阶走下来 他看到我们之后 憨憨的笑了笑 又转身折了回去 我们爬上来的时候 看见他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 低头 扁着筐子 刘母正在土窑里做饭 他看见我们回来了 立即粗声大嗓的说 哎呀 昨夜可把老汉急坏了 刚才 他正要去北山寻你们呢 吃完早饭 我从口袋里掏出三百块钱 递给刘富 一会儿我们就要走了 这是我们的宿费和餐费 你收下 刘富把钱挡回来 严肃的说 我们山里不兴这个 你好好教教我儿子 我就千万谢了 我把钱递给了刘母 跟她说 我们住宾馆的话 一个晚上就要花这么多钱呢 你们必须收下 刘母软软的推丧了两下 就把钱收了 我突然对刘富说 钱德义是谁 您知道吗 刘富想了想说 哦 他三年前从廊坊搬到这里 没几天就死了 我立即问 他是怎么死的 刘富叹了口气说 那个时候就有人盗墓了 不过没经验 胆子也不像现在这么大 村里几个男人去盗墓 欺负钱德义是外地人 就强迫他去挖土 刚巧有一辆警车进山办案 那几个盗墓贼以为来抓他们 撒腿就跑 沈根百叶黑咕隆咚 钱德义不熟悉环境 掉进了鸡井里 那几个盗墓贼又只顾逃命 没人管他 把个大活人就生生的淹死了 后来他的婆姨告到公安局 公安局出面调解 那几个盗墓贼赔了他一万块钱 死了了 我继续问 他的婆姨是不是住在最高的那个土窑里 是啊 刘母插嘴道 据说老人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小两口是从廊坊私奔出来的 苦着呢 我又问 那他家旁边那个废弃的土窑是谁家的 刘父说 李广才的 就是那个精神病 他疯了之后 婆姨带着玩跑了 他等人啊就在古墓里窜来窜去的 再也没回过家 我们离开的时候 老两口送出了很远 不停地盯住我 要好好关照他们的儿子 离开村子 我和朱天书走在寂静的山路上 他小声地问了我一句 我们就这样走了 我说 报案 他说 那凶手是谁 我说 如果我没猜错 就是那个廊坊来的女人 第一次见到她 我就觉得这个女人的身上有一股血腥气 她痛恨那些盗墓者 为了给丈夫报仇 她在地下挖了一条地道 从那个古墓一直通到她家旁边 那个废弃的窑洞 她说 那地下没有方向 她怎么可能做得到 我说 你别忘了 她有整整三年的时间 她不但挖出了这条地道 还在棺材里面设了杀人的机关 害死了那三个盗墓者 给她丈夫陪葬 她说 那她为什么不害我们 我说 那是因为冤有头 债有主吧 她停下来 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立即拽来拽我 老大 你看 我回头一看 最高的那个土窑洞前 有一个渺小的身影 正望着我们 尽管离得太远 我看不清她的面目 但是却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双眼睛里的凛冽寒气 返回西安那天 朱天书在车上很沉默 一直面朝窗外 看着山 我说 这是我第一次从文学创作走进现实 她说 这是我第一次从现实 走进恐怖小说 土黄的山岭连绵不绝 陕北人在山腰上挥舞着羊蝉 吆喝着羊群 正如我所说 天空 蓝得像童话一样 她又说 老大 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我说 九十分的美好 十分的肮脏恐怖和残忍 谁也不能彻底消灭谁 这个比例是永恒的 不过总有人用勇敢 正义 善良做武器 试图消灭这不美好的十分 这些闪光的灵魂 绝对值十分 加起来 这个世界 就是美好的一百分 诸天书听了之后 笑了笑说 就让每个人 都拥有一颗 闪光的灵魂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板撒6 supporter 王府 我心 Sure 魔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